那么很多人呢,都以为呢,自己呢,在这个世界当中呢,很难控制一切,什么事情都会变,那么自己的力量很渺小,那么今天台长就跟大家讲一讲佛力和自力。 佛力呢,成为菩萨的力量,又可以成为佛的能力和能量,那么经常在人间呢,讲过一句话,叫加持力,实际上加持力就是希望靠菩萨或者佛的力量来给自己加持,让自己能够度过很多的难关。 那么这就是加持力,那么加持力来自于何方呢? 那么来自于菩萨和佛的力量,那么今天呢,台长跟大家讲的,现在呢,当今之事呢,所以很多人呢,都不知道, 已经是成正觉之古佛实现,也就是说,现在末法时期,已经来了太多的菩萨在人间了。 而且在佛经上也讲到,现在在佛法时期,佛法在家,现在的庙都等于搬到自己家里,你们大家想想,每个人家里拜佛是不是有庙啊? 所以,我们呢,要记住,佛力,什么意思? 就是依靠菩萨的力量。 那么依靠菩萨的力量,为什么又谈到自力呢? 因为自己的力量,你要好好把它发挥出来,实际上,就是佛的力量。 当一个人很愚痴的时候,他哪有力量,他什么智慧都没有,但一旦他拥有了佛菩萨的智慧,你们想想看,他的能量会加倍这么出现。 所以,希望在运用佛力的时候,也要考虑到自力,自己的力量也是很重要,获释了自己的力量,实际上就是获释了菩萨的力量。 因为人就是学佛,人就是本身拥有的智慧,你要把它发挥出来。 把他的能量展示出来,那么你也就像佛一样了。 所以,很多人只顾求菩萨,没有知道要求自己。 就如我们在人间说的一句话一样,求人不如求己啊。 实际上自己也能解决很好的方法,但是这个自己又分成大自己和小自己。 有时候,有些灾难,有些烦恼来的时候,求大自己,就是说求一个团体,或者求一群大家都是修心修佛的人,和求自己那还是有区别的。 因为一个人的能量有限,所以只有和群,只有和大家相处在一起,他才感到自己有力量。 听众朋友们,听众朋友们,太长跟大家心诚,说到很多菩萨是承愿再来。 啊,那么承愿呢,来了之后呢,要示众。 就是展示给众,很多佛,很多佛,很多佛,很多菩萨,为了度众生,他们承愿再来,承愿示众。 啊,这个是真的事情。 啊,燃机四身,也绝不说,我是母佛。 也就是说,就算到了人间了,他也不轻易地说,我是某某佛下世,我是某某菩萨。 那么,等到度生或者一辈子度众结束的时候,啊,到涅槃,那么开始呢,就把自己的本呢,慢慢地告诉大家了。 所以呢,要记住,生门出国,已断见祸,常有私祸未断的。 也就是说,生门菩萨下来,他们已经断了私祸了。 也就是说,已经没有见私祸,就是没有迷惑,没有看见,不会迷惑在里边了。 看见的任何东西,他能够明断,就像我们人间讲的明断是非一样。 但是呢,虽然,虽然是生门菩萨,生门道的,那个菩萨下来,或者那种神下来,他们呢,虽然大部分已断私祸,但是他的小私祸还没有完全断尽。 所以,按照佛法讲,七生天上,七凡人间,方断私祸。 什么意思呢? 也就是说,这个神也好,这个菩萨也好,要下到人间,回得天上,要这么七次。 但是,你才能觉得这是正思维,断私祸。 所以呢,二国,也就是说,一生在天上,然后一生反到人间,那么实际上,那就是出二国之生人。 因为,寿啊,寿命啊,他长短不定的,所以呢,他呢,就算到了人间,他还会随夜寿生者。 有志说,就是菩萨下来救人,他也会,随着他的夜历,他还会,寿命啊,还有他的夜历果报啊,跟人间很多次一样才受的。 所以呢,要与欲界思祸已尽,什么意思呢? 就是,学佛做人,天上下来的菩萨,他们首先要把欲界,就是欲界就是天上,欲界色界,无色界嘛,就是欲界的思祸,他们已经断掉了。 啊,也就是说,这个已经断掉了,但是呢,在色界天呢,还要历经多劫啊。 也就是说,虽然在天上,虽然在色界天,但是呢,还是有很多结束的,而且呢,要经过多劫之后,才能断掉你的思祸。 也就是说,思维上面的迷惑,大家想想看,学佛度众生是多么不容易,在这里台长跟大家举个简单例子,就是说,一个人生,怎么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呢? 就是,今天碰到灾难了,今天碰到事情了,我能越过障碍,我能跨过自己,跨越自己,然后呢,下一次,他在这个方面就长经验了。 人就是不停地在经验当中活着,因为当你碰到了,在佛法上讲,叫历经结束啊,当你一直经历了这么多的结,你才能明白,哦,原来我这个是做的对了,那个是做的错了,过去我们这个事情都做错了,现在我们都做对了。 有了一个孩子,小时候,小时候,当他自以为是对的时候,他根本不听父母亲的劝导,等到他自己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,那时候他才知道,哦,原来我是做错了。 亲众朋友们,请大家记住,历经磨难,苦经甘来,一个人活在世界上,如果太任性,如果自己太不明白道理,以为自己是对了,实际上就印证了佛法的一句话,就叫愚痴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